还是别下去了 叶好寻摇摇头 刚才出来的武器可不是一般武器 是深海玄铁之随制造的 这种东西只有传说中才存在的 也就是说 刚才攻击我们的那个东西 是水晶宫里的人 宋文震惊了 也可以这么说 我之前没有见过这东西 姑且就当它是水晶宫里的东西吧 水晶宫 那我们是不是能在那里面见到老龙吗 胡军一句不专业的话 把人给笑死 当心点 这东西一击不中 肯定会回来的 叶好寻说道 他的话音一落 突然传底轰的一声响 仿佛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积在了船上 紧接着船身向一侧一歪 大量的海水涌了进来 船身漏水了 一直默不作声地长祥迅速地起身 然后钻到船舱里面 他开始修复船身 我堂堂一圣 还能被一头未知的畜生给欺负了 叶好寻这会儿可就火大了 他右手一抓 太长出现在手中 右手摇摇一指 无数道剑气笼罩在船身周边 嗡嗡的树声响 剑气纵横交错 积在海水之中 涌起了数道巨浪 一箭击出 周边恢复了瓶颈 突然 一道巨浪突然涌起 一条高大的人影 在巨浪之中突然出现 一条脑袋上生着鱼鳍 面无表情的声音 在那里面前一晃 他手中抓起一根 黑气沉沉的三叉脊 猛地向船身指来 他身形高大 浑身上下都穿着 一层厚厚的铁甲 但是他却能踏在海水上 如履平地 寻海夜场 叶好寻一跃而起 右手凌空一指 剑灵的虚影突然出现 伴随着一抹光际 四面八方的剑气 已经将夜叉笼罩 痴痴的树声响 那黑气沉沉的三叉脊 被剑气剿成树袋 那夜叉吃了一惊啊 他似乎没想到 叶好轩这么难缠 他一个转身就要 往海水里面钻 你往哪儿跑 待着吧孙子 老九抓起了一张特制的网 对着这家伙就撒了下去 呼的一声 一张网结结实实地 把那家伙给罩在里面 夜叉就开始惊慌了起来 他在网上撕叫着 发出了类似于人类的尖叫声 拼命地扯着网 他的力气比常人大得多 如果是一般的网 肯定早就被他给撕的是千疮百苦 最后导致他逃跑 但是可惜的是 夜好轩早就预料到这个 所以说这张网是经过特制的 就算是他的力气再大 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将其扯破 收网 夜好轩喝了一声 众人开始起立收网 这家伙的力量很大 只要是他在水中 那便是他的天地 所以现在只有把他给抓到船上来 不然这艘小船都有可能会被他摧毁 一边收网 一边拼命地挣扎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这家伙 给吊在了小船的另一边 但是这货挣扎的力气太大了 而且他身上的重甲估计得有几百斤 所以吊了一半 实在是吊不起来了 夜好轩上勤一步右手一指 树根金针准确无误地刺中了这家伙周身四处的大穴 这家伙张开血盆大口 向夜好轩撕叫了一声 虽然他的穴位跟正常人不一样 甚至没有穴位 但是夜好轩的金针上早就涂上了麻痹药物 所以他张口撕叫了几声 终于是体力不支 最后两眼一翻 给睡死过去了 来来来来 用力 这家伙太重了 胡军兴奋地扯着绳子 跟众人一起 齐力地把他给拖到了船上 这个时候船已经修好 堵住了漏水的地方 所有人都围着这个小小的禁闭室 透过高强度的防弹玻璃 看着网中这个奇怪的生物 体有黑林 手有鱼鳍 而且身披重甲 用的是三叉戟 这家伙的身份可以基本上确定了 巡海夜场 夜好轩研究了半天 终于做出了这个结论 我已经拍了照片 给李教授发过去了一份 夜好轩 你觉得 他就是传说中的 巡海夜叉吗 长得是挺像的 要不 我们逼问一下 水晶宫在哪里 夜好轩半开玩笑地说 来来来 师傅 你就交给我吧 审讯方面我是在行的 但是这货 能说人话吗 胡军跃跃一试 不知道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啊 要是他不能说人话 这就尴尬了 我们要解读他的语言 夜好轩双手一摊 表示对于这个 他也无能为力 醒了 他醒了 众人屏住了呼吸 看着这家伙 夜叉睁开了 几乎全是眼门的眼睛 他迟疑了一下 然后突然大声吼了一声 他是第一次出现在 人类的视野中 他猛地起身 疯狂地在周边砸着 仿佛边上的一切 都跟他有仇似的 扑通扑通树声响 他用紧全身的力气 撞向了玻璃 但是撞得他自己 头破血流的 那看起来 不堪一击的玻璃 却只出现了 数个细小的花纹 折腾了一阵 他终于老实了 因为他的智商 是理解不了 这高科技的产物的 折腾够了 我不确定 你能不能听得懂 我说话 但如果你能听懂 你就点点头 夜好轩问 夜叉看都不看 夜好轩一样 他只是坐在 禁闭室里面 观察着四周 这个禁闭室 是船上自带的 这小船 也是夜好轩 特意申请的 申请的时候 就考虑到 有可能会关 一些大型生物 所以就带了 一个禁闭室 高强度的装甲玻璃 就算是重居 都传不透 这货虽然是 传说中的人物 但是想撞开 这玻璃 恐怕也得 费点力气 别白费力气了 这东西 你是撞不破的 现在的这个社会 东西超出了 你的想象 我只是想问你 几句话 你要是能听懂的话 就点点头 这货还是在 打量着四周 他看都不看 夜好轩宜 昨天晚上的两个人 是不是你杀的 夜查终于 看了夜好轩宜 但是他那几乎 没有任何黑眼球的 小眼睛里面 满事不屑 那种眼神和表情 结合在一起 让人有种想 暴揍他一顿的冲动 你知不知道 现在这个社会 跟你们那个时候的社会 不一样了 杀人是犯法的 就算是你有研究价值 但是你杀了人 最后顶多是个安了死 然后把你欺骗 其实夜好轩也不失望 这家伙能听懂 他只是用最常规的语言 跟他交流 试探一下 他是否能听得懂人话 起料夜好轩的 这句话一落 这货却开口了 他不屑地看了夜好轩一眼 发出沙哑低沉的声音来 碧海宫没被封锦的时候 你们这些人就是我的点心 不要说是吃两个人 就算是涂了你们整个村子 都没有人敢放个屁 现在的屁民 是忘记他们的职责了 以前每年都要朝鸡 向大海里面抛鸡品 现在却敢跟我们提要求 讲规矩了 我靠 你原来能听得懂我们的话 胡军吃了一惊 那你刚才装的人五人六的 你是几个意思 你妈的你是看不起谁的 你们这些最底端的人 以前让我吃 我都嫌你们的肉脑 叶茶突然站起来 双拳重重的积在玻璃上 你放我出去 否则我碧海宫的大军出动 必将你们图个干干净净 碧海宫 没听说过 你们碧海宫的主人是谁 碧海宫又在哪里 你们应该已经是数千年没有现实了吧 现在突然又出现 是为了什么 叶茶巍巍的一争 叶浩轩的每一句话 似乎都能勾起他的回忆 最终 他沉默了 他默默地坐下来 又闭上了嘴巴 一言不发 你不要以为你不说话 就可以蒙混过关 我们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管你的这个小笼子 只是我们的一些小手段 如果你不说 我们会有更多的手段对付你 我们的人 迟早有一天会突破那个地方 然后将你们杀光 叶茶说完这句话 便不再理会众人 他闭上眼睛 陷入了休眠当中 无论叶浩轩怎么叫 他都不回复 好嘛 这家伙是打算跟咱们死挺了 胡军怒道 我现在就想进去揍他一顿 还没有到案 你现在把他放出来 他要是跳进海里跑了 谁负责 叶浩轩瞪了胡军怡 坐实的时候动动脑子 考虑一下后果好不 我也就是说说 但是这家伙实在是太嚣张了 我忍不住想要给他一点教训 行了 你师父说的对 如果现在把他放出来 未必安全 你要知道现在是海上 这东西沾上一点海水就能逃出生天 那 那我们是不是得注意一点 看他会不会法术 万一他变成一条小鱼 逃跑了怎么办 我宁愿相信 传说中的东西也是人类 只是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罢了 不是 师父 这家伙应该是同样生活在海水之中的 你以前跟鱼人接触过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离开了禁闭室 胡军的这一句话算是问到了点子上 没错 以前是跟鱼人族接触过 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鱼人族是拥有人的形态 但是在水里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会发生变化 也适用水里生存 但是这家伙不一样 他的形态是介于 人与海洋生物之间的存在 所以两者还是不一样的 而且人与族能以人的形态生存 并且能适应我们这个社会 这家伙不能 你看他残暴的样子就知道 曾经他们的种族是十分强大的 他们甚至 把我们人类当作食物 这个倒是 刚才这家伙已经说了 在很早以前 人类是把他们奉为神明的 每年朝拜祭典 祈求他们的保护 不错 但那是很早以前了 我曾祖父在的时候 有些灾年 还要举行盛典 老九又重新拿起了姜小白 这货不知道在上船的时候 带了多少姜小白 反正他的酒瓶子 就从来没有离过身 不过那都是 好几十年前的事情 而且不是每年都有 我曾祖父说过 以前的时候 那是人敬鬼神 所以说几乎每年都有祭典的 可惜啊 这家伙的思维还停留在很早以前那个时代呢 他是没有看清楚自己的位置吧 都是惯的 胡君哼了一声 以前的时候 人们敬畏鬼神 把这家伙捧上了天 所以现在 他是不把人命当命了 也许很早以前 这个世界上的统治者 不是陆地上走的这群人呢 我们现在怎么办 先回去 把他交到相关部门去研究一番 不过得注意安全 而且 我们还要注意一下 看他有没有同伴 他说的碧海宫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不太清楚 既然不清楚 那我们就暂且 把他当成水晶宫吧 天亮之前 终于到岸边了 李教授带着一众全副武装的人 已经在营后了 因为这家伙的形象比较特殊 所以从始至终都是被黑布给蒙着的 特种信号灯开路 一路把这家伙护送到了实验室 叶医生啊 真的是辛苦你们了 这个家伙做到了就好啊 这个接下来的事情啊 就交给我们了 李教授笑道 行 李教授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不过这家伙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你们千万要小心 你们最好是对他审讯一番 看看他有没有同伙 我 我们今天年轻持着 我们下周 这家伙子 我们下周 来度 看看他 在我们下周 我们下周